年末天里一个接一歌不停泄 塑造超多经典同框画面 在去年MBC歌调大祭典中 少女时代成员林允儿 2PM成员 俊浩接下主持棒 同时偶像出身 两人积极闯荡戏剧界 如今是备受认可的演技派 两人仿佛一拍季合般的素配 更在典礼上大跳Synoria 两人分别秀出一段独舞 接着一前一后合跳 不论是眼神气势 舞蹈动作都是相当的撩人 一等场就将气氛吵到了最高点 林允儿穿着红色露肩 短板服装 火辣扭着仙腰 戴了一段超性感的演出 李俊浩则是一戏黑色西装 霸气外泄的表情 令全场尖叫连连 两人的双人舞极具性感 当林允儿向前靠近时 手放在俊浩的胸前和肩膀 男方也抓着他的腰下腰 距离近到快要亲上 副药搭肩牵手的亲密动作 令全场尖叫连连 成为超经典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 不久前传出今年 林允儿 俊浩 张神奎再度担任 2022年NBC各谣大集点MC 消息迅速到网上 引起热议 大家都超级期待 三位的化学反应 其中两人准备的舞台 更是超高的讨论度 让我有兴奋表示 哈 已经坐等表演了 这次林允儿 俊浩两人 化身粉色系情侣 选跳迈克尔迦克森经典歌曲 Love Never Falls So Good 延续一贯的暧昧氛围 两人这次一开俏皮感全是舞台 光听现场尖叫声 就知道这对CP多受欢迎了 因此很多人都在期待 两人能够通过电视剧作品相遇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么快就画柄成功了 今年四月份 NPIOE娱乐 今宣布 King's Land 确定由李俊浩和林允儿演出 这部戏主要讲述的是 无法忍受虚伪笑容的 财阀继承人巨猿 和一直带着明朗笑容的女主 全杀朗 邂逅后后 变得开朗的浪漫故事 片名中的King's Land 是剧中酒店人憧憬的 VVIP商务贵宾休息室 官方消息曝光后 韩网立即掀起了一阵热烈讨论 光看的标题就尖叫了 天呐 我的老天爷 不论那种如何 给负责选角的人加薪吧 啊天呐 我还以为在做梦 这竟然是成真了 疯了疯了 还以为看错了 虽然剧情内容很老套 但他们的配对真的让人超期待 光是这个选角 这部戏就稳了 事实上 李俊浩出生于偶像团体2PM 2006年开始正式挑战演技 去年以衣袖红香边 李蒜展现成熟稳定的演技 让许多人也都深陷于他的魅力之中 不止如此 他更以李蒜一决 拿下MBC演技大奖 迷你剧部门男子最优秀演技奖 和第34届韩国PD大赏 演员部门出演者奖 并且入为第58届白响艺术大赏 电视部门男子最优秀演技奖 李俊浩2006年参加了选秀节目 Superstars Vivo 他从650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获得冠军 签约经纪公司GYP 当时李俊浩既想成为演员 也想成为歌手 但在GYP的规划下 18岁的李俊浩作为偶像组合 托PM的成员出道 是组合的主唱和特技担当 从那出道那一刻起 就梦想着能站上领奖台 这也让他收获了野心 俊浩的绰号 这个梦想一直都是他事业上的原动力 身为特技担当 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视觉享受 他一遍遍的练习各种特技 可是很多时候 导播给他的镜头少之又少 在2010年的歌要大赏上 李俊浩做了一个连转两次 跳得很高的空中翻 下了台后 他激淡满满的想要看 自己的空翻呈现的怎么样 却被告知 摄影师根本没有把镜头给他 直到去年 在综艺节目上聊到这件事 李俊浩顺口说了一句 希望拍到那个镜头的人 告诉我们哦 他踩在粉丝的直拍里 看到了这个 他苦兴11年的镜头 努力总是不被看到 李俊浩也难免失落 但即使这样 他也撒没有松懈 反而是更加努力的练习 转机出现到2019年 那年李俊浩因演唱 我们家的直拍镜头 突然爆红 身穿红衣的他 在镜头里又境遇又性感 但这个直拍是2015年的 2015年的表演 2019年才被关注 这间隔的时间确实挺长的 也是这个转机 让李俊浩的花路开始 他也陆陆续续 接到了一些资源 一些代言 颜值也重新被网友挖掘 很多网友都惊讶 天哪 原来李俊浩这么帅 而林允儿则是出生于 偶像团体少女时代 1990年出生的林允儿 因身受女团SES的影响 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歌手 2002年 林允儿在小学六年纪时 便参加了SM娱乐剧班的 号称合格率超低的 周六公开征选 当时他表演了 小甜甜布兰尼的 爱的早告白 加上他甜美的长相 当场便获得征选合格 同年年底 只有12岁的林允儿 展开了他长达四年多的 练习生生涯 林允儿在做练习生时 每天需要接受 五个小时以上的歌舞 和演技训练 因为实在是太辛苦了 所以林允儿一度想放弃 当练习生 但SM娱乐的编务老师 陈再元 说服了他 认为他拥有优秀的 跳舞技巧 放弃成为偶像师种浪费 更觉得他是组合中 最好的女舞者 而虽然林允儿 没有很广的音域 但却被评论家称赞 他有着非常甜美的声音 好险 最后林允儿打下了 放弃当练习生的念头 才能让我们 看到在舞台上 发光发热的他 林允儿在出道前 已累积了不少的人气 他曾在前被 东方神奇 魔法之城 天上智喜 My Everything Super Junior U 等MV亮相 2006年时 更成为了东方神奇 第一场演唱会的嘉宾 当时 还有不少化妆品 校服 饮料 电池的广告商 邀请林允儿合作 虽然他还没有正式出道 但大众对他的印象 已经深刻 2007年 林允儿以少女时代成员 队内担任中心 副唱 林武 长相甜美的他 还是队中的门面 少女时代 自出道以来 就推出多首 快智人口的歌曲 G 说出你的愿望 O 等 真的是首首经典 2017年 成员 Tiffany 秀音及徐璇 不再与SM 娱乐续约 那强调 绝无解散的意愿 林允儿以少女时代 出道前 就先出演电视剧 九局下二 出局 担任剧中的第三女主角 新朱英 并以演员身份 现行出道 青色可爱的他 吸引了许多的观众 林允儿也一直努力的 在歌 试 影 三方面发展 把握每次参演 影视作品的机会 穿过不少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类众电视剧 爱情语 王在香岸 Hush等 2013年 林允儿凭着总理与我 在KBS演技大赏中 获颁迷你剧 女子优秀演技赏 获得大众的肯定 2016年 林允儿搭档 池昌旭 出演 TheK2 超高颜值的两人 加上特种部队出身 保镖和富佳女的设定 引起了寒往热议 林允儿也累积了不少 为人熟知的电影作品 例如 秘密任务 奇迹 给总统的一封信 原来大饭店等 2019年 林允儿搭档 曹成士 出演电影 极限逃生 想说男女主角 在冲锋后 竟遇上了极大的危机 他们需要逃出 突然被毒气覆盖的城市 紧张刺激的剧情 使电影得到高度评价 观影人次 已累计至942万 林允儿更凭电影 获得多个奖项 其中包括 最佳新人演技奖 电影部门女演员奖 最佳女主角等 演技实力得到肯定 除此之外 林允儿还曾登上 女星豪宅排名榜第四位 她与父母住在 首尔黄金地段 位于江南的L公寓 截至2020年 该公寓的房价 已高达25亿韩元 约人民币1387万元 而且公寓急剧 升值潜力 林允儿的公寓 周围被三个大型公园环绕 空间宽敞 且采光极好 内有四个房间 两个阳台 林允儿现在所拥有的 都是凭着个人的努力与才华 实在是得来不易呀 郡浩和林允儿 都是偶像出身的演员 坚强演技实力 有目共睹 Kingsland 将是由支笔了 将是校园的 千诚日作家担任编剧 由制作了 衣袖红香编 气象厅的人们 舍能恋爱残酷片 走进你的时间的 NPO娱乐制作 BYCM共同制作 还爆料 此次挑选男女演员 就是看着了 郡浩和林允儿的人气 以及二人组合 一起的王炸效应 公司希望 二人主演的这部电视剧 可以拿下韩国电视剧 本年度的收视之王 你看好他们俩吗